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唐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 谈这一个A段架构师 那他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商业的思维 那么这A段架构师呢 如果是从B段 这个过来的 那么这个架构师本身 就有这一个 对技术本身就很熟悉的 尤其是对B段的使用的最新的技术 他是很熟悉的 那么A段架构师呢 拥有这一个技术的背景 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商业性的思维 然后呢就可以来 跟这一个 Marketing 就是市场 还有跟这一个 Product的经理 来做沟通 那么 可以来做讨论 来做规划 然后之后呢 就可以了 再来提供给 这一个 公司的 高层的决策 来做这一个 Decision 那这就是 架构师的一个 A段架构师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好 那我们 刚刚所谈的 就是 在支援 这一个 Marketing 这个市场行销 支援这一个产品 的研发经理等等的 好 那么 在这个 市场呢 因为 它是多变化的 所以呢 这个产品呢 是多创意的 好 所以 我们就必须 透过这一个架构师来做架构设 好那这架构设计最重要就是 把复杂 多变 的 还有创意 等等这个 大家一直在做发散 做加法 的这种 情境 把它做减法 把它做减法 OK 那做减法呢 产生一个简单的 的一个架构 就是说 设计的意思就是 把它简化 设计就是 重复杂 这个 变成简单 一般来讲 就是设计 那再特别强调 这减法设计呢 就是把这一个 市场人员 把这一个 建争者 等等的 这些 混沌不明 还有 大家对产品的创意 这些发想 等等 这些发散的 把它做 这一个 缩练 把它做简化 做简化的设计 OK 好 那我们刚刚 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 说明了这一个 架构师 要有这个商业的模式的思考 还有这个资源 产品的创新 还有做这个架构设计 的这个 然后再汇合成为 这个产品的 市场 车内 这样子 那在商业的模式 这一块呢 是商业模式是 越创新越好 就是越有多变化 就是 越能够呢 不应寻 旧 旧的东西 就是越有变化 越创新越好 所以呢 大家都鼓励呢 商业模式的创新 就是做加法 不断的 增加更多更多更多的 新的模式 那这个产品也是要创新 创新就是有更多更多的想法 更多更多的创意跟想法 所以呢 这两边都是大家鼓励 不断的做加法 那不断的做加法呢 我们终究 还是要做生产 所以呢 我们需要 架构设计 来把这个加法呢 把它缩练 把它变成一个简单 可以容易掌握的 因为复杂嘛 大家就不易掌握 大家会害怕 就没有可操作性 那么需要透过 架构师来做这个架构设计 才能够看出来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 可实现性 也就是可落地性 所以呢 在这个架构设计呢 就是跟他们的是互补的 所以只要做的是简法 只要做的是简法 的这一个角色 这个任务 他把这一边的加法的 把它做简化 做简化 简化的意思就是 让人们 不会害怕 让人们容易理解 让这个生产部门 也容易评估 跟这一个 了解 还有取得共识 所以呢 在这一个商业模式跟 这个创新产品这一块呢 是属于多变 而且 混沌不明 等等的 所以显得 非常非常的 复杂 那那大家不断的 做家法 也是 复杂的一个来源 还有 这个竞争者 也不断的 变化 不断的做家法 还有市场 还有这一个 用户的胃口 还有 这一个 国家的政策 还有 这一个 包括经济的 群势啊 等等的 都显得 非常的复杂 在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人们就会觉得害怕 无法掌握 所以呢 就透过这个架构设 透过架构设 来做这个减法 来做减法 那让我们从复杂当中 能够有一个简单的 可以理解 简单的 可以掌握 我们就可以从 掌握简单 然后来掌握复杂 这就是架构师的 任务 架构师的任务 所以 架构师的任务 就是 支援他们 支援他们 去创造 创造 支援他们去创新 但是 创造成创新的 加法 会让人家 觉得 会 无法理解 等等的 包括老板 包括生产部门 所以 A段架构师呢 他的任务 就来设计 出简单 透过设计的 手段 来 找出 简单的结构 简单的做法 简单的 途径 那就叫做 设计出简单 然后让整个公司 让整个投资者 能够从简单中 就能够理解 复杂 就能够掌握 复杂 因此他就不会害怕 就敢投资 就敢投入 甚至呢 敢鼓励 大家往前走 好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 在17世纪的时候 牛顿 他面对 这一个 复杂的 力学 所以他 这一个 提出的简单的公式 叫做 F等 MA 好 那 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 从 牛顿 从复杂的力学 里头呢 这一个 得出简单的公式 从复杂的力学现象 以及他的行为 然后 设计出简单的公式 所以牛顿呢 也是属于架构师 担任的架构师的这个角色 因此呢 所有的人们 都可以透过F等于MA 来理解 这个力学的关系 因此呢 就可以去 轻易的 理解呢 这个物体运动的 复杂关系 跟复杂行为 之后呢 也就是可以透过 这样子来控制 来掌握 这个 复杂系统的行为 OK 先能够理解 之后再来掌握 那么 要能够理解 必须有简单的公式 来理解 之后来掌握 所以 透过牛顿的 从复杂当中 设计出简单 所有的人们 只要 学过牛顿的力学 了解的F等MA 就可以轻易的理解 这个力学以及 物体运动的 基本原理 然后呢 就可以倒过来 掌握他的 复杂的行为 譬如说 发射人造卫星 发射火箭 等等的 那么同样的 到了20世纪 阿因斯坦 针对 很复杂的 这个 质量 能量的变换 甚至有包括光 的这个运动 等等这个 非常复杂的现象 他提出的 1等mc平方 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公式 让人们 能够从这个 简单中 来理解 复杂的 这个关系 之后呢 还可以掌握 复杂的关系 例如呢 核能电厂 发电 核能发电 等等的 这些 复杂的 我们就能够加以 掌控 好 加以掌控 OK 好 那这就是 啊 都是一样 这个简单的公式 就是从复杂当中 设计出简单 好 那 牛顿 设计出一个简单的公式 阿因斯坦 设计出一个简单的公式 所以让人们 大家都可以从 简单的公式当中 去理解复杂 然后呢 掌控复杂系统 所以这样子啊 当我们从复杂 都变得商业模式 和创新的产品 啊 等等的这种 啊 加法 发散的思想 啊 那么 来设计出这一个简单的 造型 以及呢 构成它的架构 好 那这就是 A段架构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那目的呢 是要给开发者 给老板 给客人 给投资者 大家能够 从简单中 理解复杂 所以因此呢 他们就可以掌控复杂 因此呢 就不会害怕 因此呢 就会 大力的投钱 有利 投利 有钱 投钱 OK 来支持 这样的一个 产品的 研发 以及支持呢 整个商业模式 跟商业车类 所以 面对复杂 架构是必须设计出 简单的架构 让相关的人员 相关人员就包括 什么呢 当然 包括 老板 包括 这一个 投资者 就是所有的 总称叫 Stakeholder 就包括 这个 生产部 用户呢 的人员 包括这个 Marketing 包括这个 供应商啊 等等的 都能够享受 从简单中 叫出复杂的那个满足感 当然 更重要的 包括 User 用户呢 都是可以 享受 从简单中 叫出复杂的 这种满足感 那么商业环境 以他的商业模式呢 是复杂的 架构是必须 从复杂当中 设计出简单 才能够呢 进一步的 掌握 支撑 复杂产品的 创新活动 就是 你这边做减法 设计做减法 因为能够做减法 才有可实现性 生产部才会觉得可实现 可实现的 因为可实现性 就表示呢 他可以做得出来 因此呢 就可以支撑更多的产品的创新改良等等的活动 那么如果这个产品的创新 的想法 没有办法得出简单 就没有可实现性 那么整个团队 包括老板都会觉得这个产品的创新呢 是没有 可落地的 没有办法落地的 因此呢 老板 user stakeholder 等等都不会支持 所以架构师 这段架构师的任务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好 那么 当我们 把他对应到软件的时候 在40年前 这个IBM 第一部商业的电脑 叫IBM360 360当时呢 动用了1000多人 1000多人呢 就是在brux的领导之下 这是当时的PM 带领了1000多人 来开发呢 这个360的 OS系统 操作系统 所以 他在 之后呢 去当教授 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人月神话 他里头就讲到呢 软件的复杂性 是本质的 就软件的复杂 是本质性的 而不是表象而已 叫做的complexity of software is an Essential property 就是 啊 这一个 软件的复杂 啊 是他的 不可负缺的 就是一定会具备的特性 而不是呢 啊 这个 啊 偶尔才有的 啊 他是 本来一直都是存在的 OK 这个复杂性 OK 所以 在软件多变的系 系统当中 因为软件的需求 也要面对 整个企业的运作 也要面对 相关产品的开发 要面对市场的多变 所以软件系统 也是多变的 那多变的时候呢 我们的架构是 也要设计出简单的 这一个架构出来 好 那简单的架构呢 可以有简单的这个造型 像高老师提出的 EIT造型 啊 EIT造型呢 来 组合出呢 这一个 啊 这一个 大家可以理解的 啊 架构 Architecture 啊 就是 用这个 简单中组合出这个架构 大家就可以理解 啊 就可以理解 OK 所以这里头呢 就是有一个动作从复杂多变的 这个市场需求 等等的 还有 转变成这一个 有简单的代码造型来组合出大家能够理解的 这一个架构 好 那 再把它 交给这个V段 来做熟悉的 一个实际的开发建制 那个就是 A段架构师的 一个重要的任务 一个重要的任务 好 那么在这一个 啊面对加法的复杂性就是 刚刚所说的在商业 市场等等 大家要创新 所以大家越加越多越复杂 因此那人们 会恐惧 啊 因此就寻找的简法设 来简化 啊 这一个复杂性 那简化复杂性的意思就是 让人们 能够有简单的公式 简单的造型 简单的架构 能够理解的 一个 系统 那 这样子大家就可以 啊 这个降低害怕的心理 因此呢 大家就 感觉 能够 啊 掌握简单 然后 操控复杂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那么他就 不会害怕了 我再强调一次 只要人们 会觉得呢 他有一个 简单的一个关键点 可以让他掌握 因此呢 这个复杂的行为 就会在他的掌握中 比如说 我只要 啊 开车的时候 我只要方向盘 跟这个 啊 离合器 那么我就可以把汽车 啊 能够 啊 开到 各种山路 开到 沙滩等等的 所以我掌握的简单 操控的 复杂 那这样子 大家就 会支持啊 所以架构是最重要 就是这个任务 例如呢 移动互联网 还有物联网 大家都是在网上面 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 更多的东西 因此呢 大家就觉得 越来越复杂 因此呢 啊 一大堆人 一直在期待 倡议 要能够向通信协议 要能够统一化 然后 这一个接口要标准化 但是 这个可能只是 望美止渴而已 好 因为呢 啊 这个要有 更多的架构设计 黑段的架构设计 是进来 而不是 只依赖一个简单的 统一化跟标准化 而是 要依赖 架构设 依赖构设 反而 是把通信协议 包装起来 而不是统一化 反而呢 要支持这个通信协议的 多样化 因为 这个多样化是本质的 你不能删除 所以呢 反而是要 把它包装起来 把它包容 容纳 这些多样化的改变 啊 这个改变叫 圈举嘛 圈举呢 中文字叫 易嘛 是易经的易 所以包容改变嘛 啊 这是 啊 容纳 容纳这个多变化 多变多样化的改变 所以容嘛 再加上易 啊 就等于是容易了嘛 中国制的容易 所以呢 那我们透过架构设计 通过我们的 EIT造型 等等的 来当成集装箱 来把这些通信协议的 多变化 把它 容纳进去 那么一切 就会变得 非常非常的 简单 因为 它是容易嘛 Easy 所以我们就 不必去 要求这个 统一化标准化 啊 因为通信协议 本来就是最会 演进的一个技术 所以呢 一定要统一化标准化 很容易就变成漏武化了 漏武掉了 所以呢 我们的做法必须透过好的架构设计 来包容这些改变 包容加法 因为加法 所以越来越多的复杂性 那么我们需要 有好的架构师 来做 减法 做减法的基本动作 就是包容这些加法 所产生的 变化 这叫做容易 一切 就会So Easy OK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软件里头呢 最常见的减法设计 就是 减法设计就等于树干 树叶 不断的成长 树叶不断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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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做加法 但是 这些树叶无论你怎么成长 都必须受到树干的约束 所以到树干的部分 就走减法啦 到了树根的部分 在做加法 做加法 所以呢 一般来讲 我们通过软件 的一个 像框架 定下这个接口 大家学过这个课程知道 框架 提供接口 那有对上 对APP的接口 API 对底层 通信设备 等等 硬件的接口 称为叫 System Interface 叫SI 好 那这个提供 两边的 接口 然后 这个接口 支撑 这边的 加法 的 不断的 更多的 这个 AP 然后 这边是更多的 设备 就像Android的系统 只有一个框架 支撑的 几十万个AP 支撑的 啊 这个 各式各样的 硬件设备 然后呢 中间就是有这个树干 做减法的这个任务 那么如果 没有做 这一部分没有做减法 那么人们 就会很难掌控 啊 这一边的变化了 这边就会失控了 这边也会失控 OK 啊 那如果两边 又混在一起 那就就 一切 就在于这个混乱 以及 无法掌控之中 所以呢 这个 是简单 啊 这边就是 我们一直在强调 在这课程强调 我们透过 单一的造型 EIT 啊 这个造型呢 然后 设计出框架 所以 这 SIMPLE 啊 这一个非常简单的造型 创造出啊 啊 这个简单能够理解的 因为这个框架就是由EIT的EMI组成的 所以这边都是简单的架构 简单的造型 简单的架构 所以人们 掌握了简单的架构 也很容易理解 所以人们能够理解 啊 跟 理解跟掌握 简单 然后再透过 这样的一个最 对简单的掌握 来降低 心理的害怕 并此呢 到过来 就可以 啊 操控 整个 复杂的 加法的 并做 也操控 整个复杂的行为 啊 等等的 就像我们 掌握的 F等于MA 我们就可以设计 这一个 人造卫星 等等这些 复杂 多变的行为啦 OK 那这就是 所谓的 有效的 减法设计 好 那么在软件的框架 就刚刚已经说明了 提供的上层的 接口 跟下层的接口 来实现 有效的 减法设计 减法设计呢 来支撑加法 好 因为 太过于多的加法 人们会害怕 所以有的减法 人们不害怕 反而可以加的更多 做的更大 等等的 所以我们说 减法设计 来支撑加法的设计 好 就是 市场人员 有更多的想法 那架构师都可以 很快的 告诉他 这有可实现性 这够简单 那么 这个市场人员 就会继续的 做更多的加法 因此呢 产品的创新 啊 就不断的 增加 市场的竞争力 就不断的提高 OK 好 当今 无论 这个 Android 跟iOS 都是 透过这个框架 来 做这个 减法设计了 然后框架 那就是依赖 我们刚刚所讲的 EIT的造型 因此 掌握的EIT造型 掌握的框架 就掌握的 复杂的 软件世界 就掌握的复杂的软件 也掌握的 复杂的 商业行为 OK 这就是 A段架构师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任务 那既然 人人都可以 掌握 简单 来 操控复杂 因此呢 当然 用户也不例外 用户也可以 这个 获得 架构师所设计出来的 简单 在从简单中 来 叫出 复杂的满足感 所以他是在 使用 Use 这一个部分 掌握的简单 那么开发者 是在 在制造方面 这一个享受的 架构师的简单 意思就是说 架构师 从复杂 这个 Architect 这个架构师呢 从这个复杂 复杂中 得出简单 然后呢 用户 在使用当中 享受简单 叫出复杂 那么 开发者 他在制造中 这个 享受简单 来 掌握 复杂的 生产 掌握复杂的 相关的技术 因此呢 大家都像 这只 猫咪一样 感觉到 有 无限的满足感 那这种 无限的满足感 我们称为 用户体验 这就是 苹果的 老板 乔博斯 所一直主张的 大家问他 什么叫做 用户体验 他说 这个我根本不需要问 这个用户 我也不需要 做市场的调研 那么 我只要 能够 设计出简单 让用户 获得 从简单中 叫出复杂的 那个满足感 越高的满足感 就表示 用户体验越高 就这么简单 OK 好 那我就 这个介绍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进入 下一个回合 谢谢